天后阿梅中国巡演首站 从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开跑 经典动感快歌不间断 粉丝嗨翻 但其实在入场前 许多歌迷受了一肚子气 网友偷入自己检票进场时 因为挂有彩虹徽章 居然被工作人员直接摘掉 这才知道彩虹不能入场 结束以后东西也拿不回来 更有人穿彩虹元素的衣服 直接被要求换上黑衣才允许放行 包包五颜六色的绑带也要取下 认为主办方是不是被之前的举报吓怕了 也听不到这首歌 歌迷惊呼彩虹也从演出歌单消失 各种彩虹元素成为禁忌 讽刺天空出现的彩虹怎么办 而且明明上个月 另一位天后蔡依林也在中国广州 献唱玫瑰少年 全场出现象征LGBT的巨大彩虹灯牌 但恐怕因此彩线 导致北京打压LGBTQ的族群力道加大 过往彩虹旗飘扬演唱会的画面 在中国成为绝项 三立新闻 杨俊东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